接下来这个例题是有关于注水的问题 已知水池有一个小的注水口 注水的意思是加水的意思 加水 还有一个大排水口 这是排水 排水可以让水池的水减少 注水可以让水池的水量增加 小注水口一分钟注水二又六分之一公升 大排水口一分钟排水十又三分之一公升 可见的是排水比较多 注水的比较少 如果小注水口跟大排水口都打开 可见的排水比加水还要多 那这个水池应该会漏光 那他要说这个水池的水排光要几分钟 目前装满了1960公升的水 那我们先看看一分钟 他可以排水多少呢 一分钟大排水口十又三分之一公升 扣掉注水加进来的水二又六分之一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分钟可以排多少公升的水 带分数相减 我们把它改成甲分数三分之三十一减掉六分之十三 通分变成是六分之六十二减掉六分之十三 也就是等于六分之四十九公升 每分钟可以排掉六分之四十九公升的水 全部有1960公升 一分钟排六分之四十九公升的水 那要几分钟才可以排光呢 我们就把它除除看 除以六分之四十九 好 除以一个数等于乘上它的导数 导数就是四十九分之六 那我们把这1960呢 看成是一分之1960 约分四十九 直接用四十九来约 1960除以四十九等于四十 所以四十乘以六等于两百四十分钟 所以我们就知道 要把这个水池的水排光 需要两百四十分钟 就这样